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這是一個很好的比賽 然後這是一場一整個很好的系列賽 然後國王是很可敬的對手 他們在一整個系列賽給我們很大的壓力 他們在兩敗以後也沒有放棄 那很感謝所有球員在球場上面 很願意去執行 很願意去拼命 然後感謝國王隊 然後恭喜我們的球員 我們是去年最會名的球隊 然後我們今年在開季的時候 成績也是在中後段 那我相信在一開始打這個系列賽之前 也有蠻多人不看好我們的 那我們只是一群努力想要把比賽打好 努力想要證明自己身價的球員跟教練 所以壓力不在我們身上 我們會努力打好每一場比賽 然後我們要做的只是 確定我們在每一場比賽都是用盡全力 然後打出最好的比賽 那輸贏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好 順利現在人在醫院 然後剛剛在急診室 剛剛在急診室回船的結果是 他的傷口太大沒有辦法縫合 那所以他目前現在已經進開刀房 然後準備去做一些 準備去做一些更好的治療這樣子 對啊 現在要進開刀房 我們縫合 好 我們祝福 所以也希望他能夠早日回到球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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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ни生 還會還有機會 對 我 兩個人倒在進區 不過才會沒有哨音 楊霧平爬起來之後 在三分外線的出走完全短了 好,這個時候裁判有哨音 蕭順毅 不過這個時候 蕭順毅好像在場上有一些狀況 對,好像被打到頭了 而且有血跡 滿嚴重的 應該是打到他的眼角 這個滿嚴重的 所以他倒在地上始終沒辦法起來 跟楊敬敏之間應該是手肘敲到 我們可能要還原一下 現場當然爆滿了球迷 一時之間情緒也是比較高漲 對,當然任何這種傷勢的狀況都是不樂見的 但是因為剛才我們的處理力其實都是在場面 來看一下 阿民 阿民這個手肘的動作直接抄在蕭順毅的眼角上 其實也還好啦 那因為就是 在 開賽前也有跟隊友去做一些溝通 那也知道今天對方 在防守上面一定會比 前兩場來得更嚴厲嘛 對啊,然後就是可能會先去做一些 不一樣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來去幫助 場上的隊友跟球隊這樣 那第四節有一個動作跟蕭順毅那個 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解釋 其實我也不知道會發生就是後續這麼嚴重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回去可以看 看那個片段嗎 Q是在 下面要接到球嘛 那我是從上中做一個下滑要求 對啊 那我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 後續會發生 這樣嚴重的事情 那當然 賽後原本要去找他 然後因為 然後代偶說因為他可能去醫院做 做治療 對啊,然後也有跟代偶 就是稍微轉達一下 對啊,因為我覺得 就是 我不會因為 為了勝負而去做 傷害隊友的 對手的事情 對啊,那只是沒想到就是 一個動作然後會造成 這麼嚴重的事情 對